FM03 中广流行网 Every Saturday and Sunday 每个礼拜六 礼拜天 中午11点到12点 一个小时的蒋公厨房 叮咚 准时开张 Hello 大家好 2023年6月10号 今天是一个礼拜六 That's right 2023年已经过了一半了 Oh my god 马上进入我们的蒋公周记 你说日子会过太快了 真是 不过最近呢 因为这个天气越来越热了 然后我特别感受得到 因为我正好前一阵子 下了一次台东 台东有亲朋友要结婚 那我就特别去参加这个婚礼 也顺便帮他主持 那我们就选择坐飞机回台东 到了机场 我才突然想到 好久没坐飞机了 对很多人来讲 可能也有这种感受 或者是你那种 你是那种一开放 可以出国旅游 就已经挤破头出去玩的人 但我相信 你那一次上飞机的时候 你也会有我当时的感受 虽然我是飞国内线 可是到了机场 然后再走 拉行李 然后check in 然后上飞机 坐下来 突然有点小激动的感觉 The world is back 我们回到这个正常世界的感觉了 然后带着小朋友 小朋友也很兴奋 他就没坐飞机了 然后就一定要坐 靠窗户的地方的位置 这个靠窗户位置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 就是说像我们飞国内线的 比如说我台北飞到台东 其实是坐小飞机 就是那种螺旋桨式的 应该是双引擎吧 我看那个飞机不大 也就是说如果你坐国际的飞机 国际线的话 你可能就是会有两排走廊 然后等于说中间也会有位置 左边有一排位置 中间一排位置 右边一排位置 然后两个走廊 可是像这种国内 从台北飞台东的话 就是小飞机 然后就一个走廊 左右两边位置 位置位置这样子 那一排大概是四个位置 那我就预见了一件事情 我觉得还蛮 我不知道怎么去 去想这个事情 不过发生是这么回事的 我就突然听到 有一个乘客 他就走到了他的位置 那两个位置是K跟H 那K是靠窗 H是靠走廊 然后这个客人走到这个座位的时候 两个位置已经有人坐了 其中一个座位就是这个 他坐到靠走廊的位置 然后来的那个人就说 不好意思这是我的位置 因为我是H 然后这个坐在H上面 这个女生他就说真的吗 可是我是K 然后对方就说 对我知道K是靠窗户 我是H 我是靠走廊 然后这个事就发生了 然后那个坐在位置上的女生就好 他就让位 他就坐到K 那个窗户旁边的位置 然后这个客人呢 他拿H的票 他也是坐到这个位置上去了 坐下来以后呢 不知道为什么这个坐K的 那个靠窗户女生突然就说 可是坐K真的是靠窗户吗 他就问了一下这个 刚坐下的这个乘客 这个乘客就有一点点 有一点点这个说话 有点情绪的说 我常常在坐飞机 K就是靠窗户 H就是靠走廊 然后后来他又补了一句 他说你不信的话 我现在让过去 让你走出来你看一下 你看一下上面的标示 因为他这个标示很奇怪 他的标示不是在你 你坐在座位上 其实看不到标示 你要站起来 你要站在他这个走廊上面 看那个行李箱 那个地方才有写 就是写说K是靠窗户 H是靠走廊 然后我就想 因为这有一点点 小的情绪的对话 就因为我就坐旁边了 也不是我想偷听 我就觉得这个会怎么发展 我就很好奇 所以对方就 那个坐在H的那个乘客就说 他就说我这常坐飞机 K就是靠窗户 H就是靠走廊 那你如果不信的话 我让一点 我让我的那个 我让一点位置 你走出来 你看一下 然后对方就说 没关系不用了 我以为这个事就结束了 结果呢 快要起飞的时候呢 空服员走过来的时候 坐K的 就是靠窗户的这个女生 突然就举手问空服员说 不好意思 请问K是靠窗户吗 然后空服员就说 是K是靠窗户 H靠走廊 然后空服员才一走 那坐那个H的那个 马上就说 好啊 你现在是不相信我是不是 我就跟你讲过 K是窗户 然后H走廊 现在不相信我是怎么回事 然后对方就马上说 没有没有 我只是想要确认一下 其实到这个为止 我其实中间 我就在思考说 他们是不是认识 他们是不是认识 他怎么会有这种对话 他就觉得 很奇妙 如果是认识的人 有这样子说 你不相信我 那走着瞧 对不对 那种感觉 如果是完全陌生的人 怎么会有这种 情绪在里面 你知道 然后好像一定要说服对方 我常坐飞机 我怎么不知道K在里面 H在外面 好啊 你不相信我是不是 这个好冲 好呛 非常非常呛 然后对方就一再的道歉 说没有 我不是 我只想再次确认而已 其实我心里想说 对啊 对方只是再次确认一下 好像不需要这样子 好 接下来就是冷空气这样子 做H那个就 不想再打理他了 做K的那个就 假装睡着了这样子 然后整个过程 都没有再讲话了 可是我心里就一直在纳闷说 这个还真奇妙 一个就硬要人家相信他 那另外一个呢 他可能也真的就不知道 那所以他一开始说 我让一下你走出来看吧 你走出来看呢 我让你看呢 对方也没有接受 可是可能对方不想移动吧 就是在这种情况下 你觉得有必要这么呛吗 我当下就觉得 嗯 好好那个 那另外呢 还有另外一件事 在机场发生 我也觉得很有趣 就是在登机之前呢 他机场在台东间 有那种公共电话亭 那很久没有看到公共电话亭 我就多看了两眼 然后这时候就有一个清洁 清洁人员走到公共电话亭 拿起他的清洁簿 放在电话筒上面 我想说 他要清洁电话筒 结果不是 后面有另外的清洁人员 就帮他拍了一张照 拍完以后想说 他们是工作的时候 必须拍照记录 结果呢 不是 他就摆了一个post 说要插这个电话 后面拍一张照 拍完照他们就走了 我就想说 这是在干什么 好有两种可能 一个就真的 就是随便做个样子而已 那另外一个可能 是我误会人家 就是他已经插过我的 这个电话亭 可是他主管跟他说 你有没有拍照 我没有 赶快去拍个照 记录一下 这有两种可能 这都有可能 我不想误会别人 但是我当下真的觉得很傻眼 他就拿个布 放在电话筒上面 后面人帮他拍一张照 然后就散了 就走了这样 没事 很容易让人家误会 很早去 很久没有去机场 很久没登机了 遇到这两个 就是让我蛮印象深刻的 那么今天蒋公周记 就哈拉到这边 那我休息一下 待会我们马上回到 蒋公厨房 FM03中广流行网 蒋公厨房 We're back 我们回来了 我是加口蒋伟文 第二段 第一个单元 蒋公来说菜 夏天就特别想要吃虾子 尤其是大虾 比如说泰国虾 以前买泰国虾 我觉得很麻烦 就是不知道去哪里买 可能要到上网去查 特别的地方这样 现在我发现很多传统市场 可能都会一两摊 有在卖活的泰国虾 那当然如果你们家附近 有卖泰国虾 你就可以来看一下 这一本书 叫做极鲜虾料理图鉴 这里面就是有一家 这个专门在 有一个虾公主 他们是高雄知名的 泰国虾专卖店 他是第二代 那他写的这本书 里面当然都是用 泰国虾来做料理 但是他那时候 接受访问的时候 你也可以用大虾 或者你自己喜欢吃的虾 那后来我就发现说 如果说你们家传统市场 有在卖泰国虾 你就可以来做 他的柠檬香蒜大虾 或者是他这本书里面 所说的黑啤酒烤虾 要不然就是三色蒜泰虾 那为什么一次讲三种料理呢 因为其实我发现虾料理都很简单 因为虾一下就做好了 尤其这种的 比如说我们先来讲一个 那个柠檬香蒜大虾好了 那不管你用泰国虾 或是草虾或是白虾 你就挑大个儿一点的 那需要用到米酒150cc 蒜末30克就两大匙 然后要白砂糖100克 胡椒粉一小匙 柠檬汁要125cc 然后装饰用的柠檬片 看可以有可无了 那第一件事要做的事情 就是先把所有的这个虾子 稍微把它沥干水分 然后蒜头把它切磨 柠檬呢洗干净 然后沥干就切片 就当做这个最后的garnish 其实切片这个不需要 你如果只是在家里吃 不需要做漂亮的 柠檬切片在上面的话 其实也不需要了 那在这个不锈钢里面呢 把它烧热 烧热以后倒一大匙的虾油 虾油这个大卖场都有卖 如果没有的话 普通的油也可以 就是一大匙油 锅子热了以后 一大匙油一下去 然后把沥干的虾子呢 全部都尽量贴近锅底 就全每一只都尽量贴近锅底 然后煎到五分熟 也就是说 你的虾子的底部已经红了 然后那个颜色往上走 上面可能还有一点灰色的感觉 这时候就倒入米酒 不要忘记 刚刚米酒是蛮多的 米酒至少用到了 我看一下 米酒又用到150ml 直接倒下去 这个米酒一下去 就会听到啪这个声音 然后所以说 它这个蒜末跟米酒 应该蒜末先下 因为你这个锅子热嘛 然后再煎这个虾子嘛 然后那个蒜末一下去 那个蒜香味才刚起来的时候 米酒150ml就给它倒下去 然后米酒一下去呢 煮稍微滚一点点 就把它转小火 然后拌炒至虾子 大概九分熟 然后就将白砂糖 胡椒粉 还有柠檬汁 因为这个柠檬汁 用到125ml 其实蛮多的 所以它白砂糖也100克 所以这是酸酸甜甜的 然后再倒胡椒粉 一小这个池 直接拌匀了 然后稍微有一点 这个水分的有点 收干一点点 不是说全收干 那你还有一点汁嘛 你就外面吃这种 柠檬虾都会有点汁的 这汁要淋上去 那这一盘 很好吃的 夏天的 很下酒的 柠檬香蒜大虾就完成了 很简单嘛 对不对 那另外呢 如果你不要拿来下酒 你直接用啤酒来做虾的话 你可以考虑它这个黑啤酒烤虾 那这个也蛮简单的 直接把这个 可以放进烤箱的一个 不管是平底锅 或是一个盘子 或是那种 这个铝箔盒都可以 在里面底部放洋葱丝 然后青蒜 青葱段 对不起 洋葱丝 青葱段来铺底部 然后再把虾子排进去 就是不要重叠的排法 全部都排好 就是一层就好了 然后就倒入黑啤酒 再放奶油 再撒盐 再撒黑胡椒粉 这样子 然后再包上锡箔纸 包紧 然后放到预热好的烤箱 200度烤25分钟 就这么简单 这个黑啤酒烤虾就完成了 这边呢 它用到的这个黑啤酒 大概是200cc 整个倒进去 奶油大概是两大匙左右 就是30克 盐一小匙撒在上面 黑胡椒呢 也是大概一半小时左右 撒在上面 就适量了 撒在上面 然后直接这样把它包住 进去烤箱 200度烤25分钟 你就可以在家里吃黑啤酒烤虾 是不是很简单 夏天就是这样 简单的做菜 吃虾 然后就觉得很棒 另外三色蒜太虾 这应该这三个料里面 这个蒜是 好像比较稍微复杂一点点 但是也蛮简单的 那么你就先准备一个 它是用这种铸铁平底锅 等于说要烧热一点 那如果你的平底锅比较厚的 也OK 那家里有铸铁锅 一直没有使用到的话 这一道料理就属于你的 准备一个铸铁平底锅 烧热以后放食用油 然后把所有的虾子呢 就两面 稍微沾一点点面粉 这样子 就是中筋 低筋都可以 稍微铺一点面粉 然后呢 把它放在锅子里煎 煎到虾身都转红色了 等于说翻面这样 全部两面都变红色 就先把它拿起来备用 那这个同一个平底锅 刚刚煎过虾的这个平底锅 那个你刚用油去煎嘛 那个油就会有虾的味道 这时候就把蒜泥 把它放进去爆香 这里用到蒜泥 要用到50克 也就是可能要 一大匙是15克 要快三大匙了 两大匙半左右的蒜泥 蛮多的 直接放进这个热的铸铁锅里面爆香 啪 这个香味出来以后呢 就把三色彩椒丁 这用到三个颜色嘛 比如说有青椒 黄椒 红椒 各20克就好了 然后把它切丁状这样 就好像炒饭一样 直接把它放进这个很热的锅子 然后都是蒜香味 直接三色彩椒放进来拌炒 拌炒个几秒就好了 因为其实彩椒是可以生吃的 拌炒几秒 那个香气也跑进去了 这时候再把虾子呢 再把它放进来 在这里面炒香 然后炒一炒以后呢 就撒盐啊 胡椒粉啊 或甚至鸡粉啊 入味就可以起锅了 说它难呢 其实它还蛮简单的 对不对 是这三个里面 算是步骤多一点点 三色蒜泰虾 或者是黑啤酒烤虾 要不然就做一道 柠檬香蒜大虾 今天晚上试试看 第一件事要做的是 去看看哪里可以买到泰国虾 没有的话 买大只一点的草虾或白虾 都可以来做哦 谢谢我们的这个虾公主 极鲜虾料理图鉴 好了稍微休息一下 待会马上回到蒋公厨房 FM03中广流行王蒋公厨房 我们回来了 当你这个有一点年纪的时候 你会发现的 比如说有一些 比如说文化或者电影 就是可以一度一再再拍摄 比如说一些电影 或重拍或再拍 比如最近就像 我在看蜘蛛人的时候 就觉得哇 蜘蛛人换了好几个男主角 然后同样的故事 就重新再叙述一遍 或是蝙蝠虾也是这样子 当然很多很棒的这个idea 当时这个很受欢迎 十年以后呢 可能大家对他感觉又不太一样 可能更受欢迎 或是大家讨论度会更高 今天我们就来了解一本 这个十年前出的书 但是呢 最近又重版 很受大家讨论 这本书也很有意思的 这个书名叫做 你好土 我好菜 今天我们连线给这本书的 设计团队的总监 干客评 客评你好 在线上吗 是 是这个你好土 我好菜 这是十年前的一本书 最近又在重版 再次在大家的这个目光里面 是不是 是的 为什么会有这个 这个想法 或者是出版社 为什么会突然邀请你们说 我们这本书再卖一次好不好 或者再出现一次 而且已经十年了 当初你接到这个讯息的时候 你有什么想法吗 这十年来 他都持续的有再版 对 就是一本长销的书 是 那我觉得 节气就是时间轴 然后我们对应在地的物产 就是空间轴 时间跟空间这样子 不断的去交织 这样子的查辩 觉察跟料理 他就是生活的一部分 所以他是可以在长久 陪伴着大家的书 因为这本书 其实这个书名 煞听之下 其实不会很了解 如果是第一次看到这本书 叫你好土我好菜 但直接再看下去 他上面写 三菜一汤 跟着节气过日子 然后在封面的设计来看 就非常容易就了解 他讲的是24个节气 然后在不同节气里面 有不同的这个作物 就不同的作物 来来做不同的料理 这样子的一本书 对不对 可是他的设计很有趣 他很像 其实蛮像童书的 可不可以请客屏 跟我们介绍一下 你们种子设计 然后对这本书的 整个设计的概念 一开始的时候 是因为我的小孩 我结婚第二年就子宫外孕 然后医生就判我 应该不会有孩子了 可是我们结婚十一年以后 就意外有了孩子 那我的孩子 很开心 很开心 那他就在一个实验学校念书 这个实验学校也是我的业主 然后这个实验学校 就在过节气生活 那他们是吃蔬菜 那我一开始的时候 我不想要让我孩子 对饮食没有热情 我希望他对物产 对料理 对食物是兴致勃勃的 所以我一开始的时候 我就介入学校基金会 就是我就聘了 我就跟基金会讨论说 我们来做这件事情 就去饮食的开发 对 后来做没几次以后 基金会就不支持了 那我就开始自己做了 那重点是 我希望我的孩子 对饮食是热情的 然后不因为吃了这个 少吃的那个 多吃的那个 而产生没有办法觉察 跟没有办法体会 这个土地的恩惠这件事情 怪不得这本书 设计的很像一本 童书的感觉 它的插画的风格 就是说大人翻开来 像我自己翻开 我觉得好像回到小时候 要看这国语课本 然后里面讲的故事 很轻松的感觉 但是他讲这个节气 我想大家都听过节气 也知道二十四节气 但是你叫现在的人 说二十四节气 你讲个几个节气出来 不见得他们说得出来 你有没有发现这件事情 大家可能知道12月份了 1月到12月都很确定 然后知道春夏秋冬这四季 可是说到二十四节气 是不是可以请客屏 跟我们介绍一下 二十四节气 因为很多人 其实现代人 他听到二十四节 他知道 可是他不太了解 甚至于他可能看到 二十四节气的各个名称 他也不知道 他代表哪个月份 或是他代表什么意思 甚至有些字 可能还发不出 他的音来也不一定 你们有没有碰过这个状况 其实二十四节气 然后包括我们这六七年来帮林物局做的阅历 其实它都是时间的设计 是 就是时间的刻度 时间的丈量 的某些的区别 对 可是当时间叠合上空间 就是我们讲的物财 还有气候 还有农夫的智慧 那就会变得生动起来 变得有意思出来 所以每一个节气 它其实是 因为一个节气才十五天 就要分节了 对 所以如果你跟着节气过日子的话 你会发现日子过得很扎实 那我们其实是每年每年 这样子的过着 然后每年每年的 这个节气就吃着这个节气的物财 然后多余的就把它保存起来 把它腌制起来 变成保存石 跟烟 跟发酵石 对 然后这个节气有的花朵呢 就把它 像北欧料理一样的小花小草 也把它放成装饰的部分 这样子 那我们事务所有一个影视研究室 那长久以来都有食物设计师 在做着这些事情 是 所以 因为这样的刻意的分别 它就变得很明显 对 很典型 对 好 大家对这个节气的这个名称 可能比较常听到像大鼠 小鼠 立秋 入冬 这种冬至 应该说冬至 或者是这个 还有清明 我看到这列出来的二十四节 我自己在看的时候 有很多像白鹿 我就不知道是什么节 是什么时候 白鹿我好像第一次看到 或者是双酱双酱好像在双酱牛肉上比较看到 就是说双酱这个词这么美 那我一直以为是为这个牛肉而创 其实它是我们二十四节气的其中一个名称叫双酱是不是 但是双酱这个节气 大家会觉得说有吗 台湾会有双酱的时候吗 那这个节气名单是怎么去解读它 在华日世界里面 其实它是 它是一个秩序感 对 那双酱的那个节气呢 对我来讲它就是一个盲花开的季节 所以它就有那个 我们都有把那个节气色把它定下来 所以它就是有那个盲白色 然后有那种微微你把食品放上去那个冷冻库的那个感觉 这样讲就越来越有感受了 是的 而且它在立冬前 对 也就是它还没有正式到冬天 可是呢 那个含义就来了这样子 了解 那现在呢 我们现在是什么节气 今天是小满 对 今天是小满 那好像正式要播的时候是盲种 对就下一个节气了 今天我们是5月25录音了 所以是小满 但是我们播出的时候是6月多了 所以那时候就已经是小满了 是盲种 盲种了 对不起 这两个节气我也是第一次听到 如果有人跟我说小满的话 我可能没有办法立刻想象到是5月底的时候 然后讲到盲种的话 我会想当然会马上想到盲果了 也许我就会猜是不是夏天这样子 但是也不知道是不是这个意思 但是看到这不同节气的这个名称 当然还有就是刚刚这个 克屏讲到说在这个节气里面过日子 所以这个节气 这个时节里面到底有什么 可以让我们来过日子的 待会我们过这个讲工厨房的广告以后呢 马上回来我们来看看 不同的这个节气 比如说小满跟盲种里面 有什么样可以让我们过日子的 别走开 马上回来 FM03中广流行网 讲工厨房 我们回来了 你好土 我好菜 跟着节气过日子 今天是这个6月10号的播出时候 所以我们现在已经到了盲种的节气了 在我们连线的是这一本书 就是我们的总指设计的总监 干客评 客评在线上吗 客评 那我们现在已经是盲种了 我们来看一下在这本书里面 讲到盲种 也就是今天上面特别写到说 靠山吃山嘛 所以这里面有大概四五种不同的东西 在这个时候你们写出来 比如说第一个蚂蚁是不是 蚂蚁是不是 对 然后有花生 有艾文芒果 我猜对了 所以盲种真的是有芒果 艾文芒果 还有茄子 还有小黄瓜跟地瓜 那这本书的编辑方式 是不是在每一个节气里面 它会列出不同的一些物产呢 是的 我们其实就是新鲜石 花草石是这个节气的 那保存石跟发酵石是 可能是前几个节气 或是去年前年的节气的 然后它这个四种不同生命状态的食物 物产 把它做在一个菜肴里面 然后它的味道不会混浊 你可以吃到它各自的原本的味道 那所以是善用节气的新鲜石 花草石 保存石跟发酵石 OK 有花生 艾文芒果 茄子 小黄瓜跟地瓜 我想大家都很熟悉 这个蚂蚁是什么 它是一种植物 它是一种花草吗 它是一种 它是一种笋吗 它是一种菇吗 它是 它是一种蔬菜 那其实就是台中中部的人 小时候到现在 其实都是这个时候才有的 我们现在联系跟你在台中 对不对 对我们公司在台中 我在台中生活 那你会常吃到这个菜吗 其实只有这个时间点才会有 我后来翻到下一页就特别 你们这边有一张就是插画 蚂蚁长的样子 还特别写说宠宠不爱蚂蚁 所以这个蟲其实不太会有这个 不太会喷这个 比如药剂之类 因为蟲蟲如果不爱它的话 它就是其实 就不会有什么 为什么蟲蟲会不爱这种菜 因为它有一种苦味 就是这个菜有一种回甘的苦味 所以很爱吃甜食的孩子 可能一开始也不喜欢 可是它是 它真的是中部人独有的记忆 然后在这个时节里面 就到处都是 到处都是的意思是说 是在菜市场里面 还是在路边都会有 然后你们会怎么样来料理 这个蚂蚁菜 在菜市场里面有 对菜市场到处都有 然后还有 比如说第二市场 小吃摊里面也会有 那它就很像 举例讲 比如说宜兰有三星葱 是 那就大家都知道是宜兰的 那蚂蚁就是台中的 那你们会怎么吃 像烫地瓜叶这样吃法吗 大部分的最寻常的做法 就是煮汤 然后再加地瓜 煮汤加地瓜 对变成一个菜汤的样式 但是吃它的时候 它有种苦 然后又带回甘的感觉 是不是有点像苦瓜呢 倒也不是 可是它的味道 就是那个回甘的苦味 那整个菜啊 它不是那么单一的 是是是 所以它会有一个回味在里面 这个蛮有意思 是没尿的 所以这个时候 大家如果想试试看 这个蚂蚁的话 就可以到台中 任何市场都可以看到 小吃摊也会有 就可以吃吃看这样 对不对 像我现在就很想去试试看 被勾起好奇心了 没有吃过这个菜 对 上个礼拜 上个礼拜我的同事 我的食物设计师 他们还把这个蚂蚁 做成饼干 做成蛋糕 然后做成奶茶 酷哦 它就可以用到很多 那讲到这个 因为我们每一次 都会有一个 这个美食冷知识的大挑战 所以我们今天是连线到台中 给我们的客评 那因为这本书 是有关节气的 跟着节气过日子这样子 我们这边有个 这个小小的一个 美食冷知识 你准备好了吗 客评 好 那据说呢 二十四节气 讲到节这个字 有些食物或食材 它是一节一节的 比如说甘蔗 是一节一节的 莲藕 也是一节一节的 那听说买莲藕 最重要就是食令了 那么莲在夏天 生长的状况很好 所以夏秋的莲藕 最好吃 听说四月开始 就可以吃到嘉义的莲藕 然后一直吃到八月 就往北走 就吃到桃园的莲藕 那我本人住桃园的 所以这也是真的 因为到七八月的时候 那个桃园到处都是莲藕 那这边的问题 就是想要问客屏 为什么当初传统市场 卖的莲藕 都要带着泥土 就是比如说 我常去传统市场买 它有这种摊是 洗得干干净净的莲藕 那但是绝大多数都一栏一栏的 然后都是有黏土 就是有泥土在上面的 这个莲藕 看起来这个卖像 就很多泥土这样子 那这是一个选择题 A 为什么这个传统市场 卖的莲藕都要带土呢 是因为要保持新鲜 B 那是因为有农耕的卖像 让人家知道 这真材实料 这是农夫辛苦 在那个泥土里拔出来的 所以有农耕的卖像 大家觉得很棒 那么C 那这个泥土不清掉 就比较省时省力 所以你觉得是为什么 A保持新鲜 B浓跟卖像 或者C省时省力 我的答案 我的答案应该是 应该是A跟B 应该是A跟B是不是 其实我觉得你的答案是正确的 因为正确答案 当然是A啦 就是保持新鲜 因为其实如果那个莲藕 没有泥土的主角的话 莲藕表层跟空气接触 它就会氧化了 所以新鲜的莲藕外观 其实它的颜色 是跟婴儿的皮肤一样的粉嫩的 但是像那种洗干净的莲藕 我们在这个市场看到的 它其实颜色 就已经比较暗淡一点了 因为它没有泥土的包裹 所以你答对了 A跟B都应该是有道理 因为A是要保持新鲜 那B呢 我觉得大部分人去买 他或许不知道说 莲藕可能碰到这个空气就会暗化 他觉得有这个泥土 就有这个农耕的脉象 太厉害了 不亏是客屏 不亏是二世节气过日子的人 所以很了解 为什么这个莲藕 是要有这种泥土的脉象 我觉得你刚讲了一点很重要 就是这本书 设计成像小朋友的这种 同会的书感觉 然后打开来 因为二世节气 就像我刚刚说的 很多人 现代的人 对二世节气名称也不太了解 甚至于不知道二世节气里面 有什么样的好东西 好农产物 可以来过日子 但是这本书的这种亲切感 就会让我觉得 你当初设想说 让小朋友 让你的孩子 对他自己的食物 有热情 我觉得这一点 不只是对孩子 我觉得对现在大人来讲 或许也是很好的一件事情 就是如果我们不知道 我们喂养我们的身体的是什么 为什么 然后这个组织结构是什么 这就很可惜了 而且我觉得很棒的是 你们举出了 在这个时节里面 有各式各样的这样子产物 可以让大家来过个好日子 而且还特别让这些产物 可以组合在一起 做一些好棒的料理 这样子 这也是一个 而且他都是用插画的方式来呈现 大家就可以觉得 很轻松来试试看 好我们现在稍微休息一下 待会马上回到 今天的讲公厨房 你好土我好菜 别走开 马上回来 Family 3中广流行网 讲公厨房 我们回来了 你好土我好菜 三菜一汤 跟着节气过日子 今天我们连线给客平 他在台中 客平哈喽你好 你好 是我们的这个种子设计 就是这本书的设计团队的总监 那客平因为这本书 这十年其实都有一直在版 已经到了十年的一个里程碑了 他又再版一次 而且其实在广告的时候 我问一下客平说 这本书其实他没有改变太多 他大概就是原貌 跟大家一起分享 24个节气的日子 那这样子的一本书 从以前到现在十年一直在版 他很受欢迎 那你们有没有得到什么样的回馈 就是为什么大家这么喜欢这本书 或是有这本书 他从里面得到了什么样的 好的这个点子 或是好的知识呢 十年了 我的孩子也从当初的小姨 今年已经18岁了 哇 你看看 对 然后他是一个青少年 那我出老了 那我觉得每个人的生命阶段 就是这么的不同的 那我们在接受食物 进到我们的身体里面 我们也应该是要有觉察的 那节气是华人的智慧 那我们其实是希望 可以透过在台湾的物产 一点一点的梳理 一点一点的整理 所以十年后的今天 我们又走了好几步 那也很谢谢 大家一直喜欢着 我们对于节气的论述 那这样子的过程 我很开心 一个一本 可以说是记录时间跟空间 你好土好菜 也进入了这个 整个设计团队的总监 自己当初的初心 就是给小孩子 对这个物产有热情 对自己的食物呢 有了解 结果这个小朋友 从以前的小鱼 到现在18岁了 时间过得好快 那这本书呢 我觉得真的是 像刚刚克萍讲的 希望大家可以拥有这本书 然后我们常讲说 爱台湾 爱自己 要比较爱本土 那么这本书 就是在讲这些事情 了解自己的 所生长的地方 各个不同时节 会有的好东西 跟着你一起过日子 那么了解这些东西 运用这些东西来过日子 来过个好日子 来爱自己 这本你好土 我好菜 我相信再过十年 我可能这本书 二十年庆祝的时候 我又可能会连线 给我们的客屏了 我们会再来一次 这个美食大挑战 谢谢 谢谢我们总监 谢谢感客屏 谢谢 好我们讲公厨房 我们下次再见了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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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